2022年 属十二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嘉純 今天請到人生後運 規劃師徐正亮老師 為你講解2024龍年的運勢 歡迎老師 大家好 我是徐正亮老師 好 属十二朋友們已經雖兩年了 在這個虎年 兔年都過得不好 也就是2023 2022都很憂鬱 諸事不順 今年終於波雲見日 整個吉星籠罩 對 而且一顆雄心都沒有 對 吉星我們來盤點一下 有太陽 天起 紅鸞 紫薇龍德 華蓋 天德 月德 玉貴 那太陽主觀路 專業上面的升遷加星 還有男性 屬蛇男性運勢會更旺 那升遷加星呢 所以大家可以盡量地去爭取 就只要講出來就有機會 那天喜呢是主喜慶 就是家裡有喜慶之事 有可能是結婚啊 生小孩啊 又或是某些事情 有一個很大的進展 紅鸞心呢是桃花心之一 主管的是婚園以及喜慶之事 有一個說法是這個新入宮就可以遇到真命天子 真命天女 對 那又或是你現在已經有穩定的對象 開始就紅鸞心動想要結婚了 當然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是已婚人士 就是要盛訪爛桃花婚外情 對 玉桂呢是講的是有可能會生個女兒來盡財 對 那最強的吉星紫薇龍的你也有喔 對 就是凡事逢凶化吉 那華蓋 華蓋呢是你的思緒就突然清晰聰慧了起來 對 然後他喜愛藝術文創方面的 對 特別有想法 再來天德 天德也是逢凶化吉 那一個特點呢就是你會遇到貴人來幫助你 解決你的問題跟煩惱 是 好 那悅德也是一樣 是你的親朋好友來相助 也就是說 我們去講以上的吉星啊 你光是逢凶化吉就是人家的兩倍利 對啊 就逢凶化吉就什麼事情都不會 對 然後貴人也是兩倍 兩倍的好運 可是一顆胸心都沒有 但是 但是 在一顆胸心都沒有的這一年呢 就要注意啦 有可能會讓你有點得意忘形 所以就要特別小人 有可能你在龍年認識的朋友是小人 可能是因為看著你 哇 越來越好 事業蒸蒸日上什麼都很得意 所以來靠近你 又或是說眼紅嫉妒你 那之後就會變成你的小人 對 那可能來接近你的異性緣 對 也不是真的喜歡你的本質 對 是因為好像想要從你身上 撈一點什麼好處 對 然後就變成你的爛桃花了 對 其實屬蛇的朋友遇到龍年的時候 他算是 升格 也是在他這個人生的旅程當中 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 轉機 轉機 一個改變的 可能你本來是一個小主管 就可能變經理 本來是一個小生意 可能就變成一個大生意 所以要好好把握 對 那我們來做一下重點整理 就是貴人運非常旺 尤其是來自於親友 不是剛認識的喔 是親友 原本的親友 對 那就算遇到困難 也自然會 逢春花急 然後有結婚或是生女兒的機運 為家中帶來喜事 對 那是呢 還是要注重交友謹慎 突然一個大頭起來了 就有色情糾紛喔 對對對 還有屬蛇的朋友 老師要特別提醒 因為在甲乘龍年的時候 要重視河嘛 但是屬蛇他本身脾氣就不好 所以要情緒管理很重要 你這些的能量 這些集星的能量 你才可以收得到 這是撐火燒毀一片功德嶺 對 沒錯 貴人來了 你一句話人家就走了 對 然後要注意錢財的損失啦 不過錢財損失 我們可以透過什麼化解呢 出國旅遊 又要花錢嘛 對 然後心情又好 破財擋災 對 最小最基本就是 平常我們去超商 哪個東西 就是零錢 這樣也可以 避免破財之災啊 屬蛇朋友們 如果你想要獲得 個人八字專屬的 流年流日呢 可以諮詢我們的Line App 找老師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